中共釋出影片 海警在金門附近海域巡查 一口氣出動三艘艦艇 我是中國海警 兩鳥跟兩艦 是原中共海軍飛彈護衛艦 排水量超過2000噸 對台施壓意味濃厚 為不上還有大陸網友 繪製航機圖 說是執法行動 我和海巡署有大型的船舶 包括2000噸級的台南艦 以及4000噸級的嘉儀艦 所以在應對中共的 這種挑釁的時候 我是絕對不會 就是說居於弱勢的 倒是漁民們海上作業 只能提醒 小心再小心 也希望各位漁民朋友 如果有相關的信息 可以立即向漁會的電台 或者是海型隊的118來報案 只是陸船事件 現在7度談判破局 卡在對岸要求帶回船 跟死者遺體 但我方自覺 傳出談判過程 全州市台辦副主任 質問我海巡 人家都熄火 為何要衝撞 而現在國民黨立委 徐曉鑫也秀截圖 指海委會主委 管碧林 2月23號 在民進黨立委 群組下指導期 要求立委們 挺海巡 恐進一致 在真相為名之前 管碧林主委 如果有什麼要說的 就應該公開的對全民說 對大眾說 而不只是在特定的綠營群組裡面 偷偷說 他的邏輯跟中國想要的邏輯 是相同的 這是我們想提出質疑 想要提問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事件裡面 就像剛剛我們幹事長說的 首途有責 我們應該一致對外 言下質疑是認了有傳這些訊息 但強調是希望委員 別急著滅自己士氣 掌他人威風 TVB秀劉立成 李祖和王玉廷 台北金門採訪報導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又要到大陸訪問了 但說好的台上交流 不排除跟對岸官員會面 實質驚嚇水域事件的敏感時刻 陸委會也喊話國民黨 道年慰問外 也要捍衛我方執法立場 中共國民黨今天 也不是一個執政黨 我們也沒有被政府授權 所以我們沒有資格 也沒有這個立場去 他去談判 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論是在執政或者在野 我們都在追求 中華民國的自由 民主 法治 我想這法治 這兩個字就代表了一切 同行學者趙春山 再點兩岸困境 台灣自大選以後 出現了一個 自認為是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北京來講 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挑戰 民進黨它是拒絕接受九二共識 那除非能夠找到一個替代的方案 而大陸也能夠接受 否則兩岸關係不可能有對話 但民進黨這算是不服氣嗎 因為就在夏利言防錄的這一天 民進黨釋出25號跟大陸學者視訊 座談訊息 會議中中國事務部主任強調 民進黨於1999年通過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 指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最終目標 就是要和中國建立互惠 而非歧視 和平而非衝突 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 至於台獨黨案問題 已是歷史文件 儘管雙方都認為兩岸有對話必要 暢談也未現敵意 不過陸方仍不認同 兩岸互不隸屬這一事 民進黨設有中國事務部 那我們當然在中國政策 兩岸政策 跟了解中國內部的相關作業 我們都是非常嚴謹的在進行 重申民進黨有自己管道 黨部也說所謂的民共對話 過去一直都有在檯面下進行 只是多用學者的頭銜罷了 TVPS新聞 程如環 清漢柔 台報道 各位好 歡迎收看TVPS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楊永明 我們先來趕快歡迎三位評論人 首先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駐紐西蘭大使 借文綺借大使 永明兄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退役少將 小金門的前指揮官 立正傑 立將軍 教授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 昨天做個澄清 因為現在媒體一直在傳 好像有一段這個標題 為今早今下海域 大陸十艘漁船 衝撞海巡船 然後報復開始這個影片 這不是現在 這是三年前 應該說快四年前 2020年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2020年3月的時候 當時候真的是有一艘 大陸的快艇跟海巡有一點差撞 而且是撞上來 不過當時你有沒有注意到 海巡這邊也有錄影 那這個整個到目前為止 翻覆的二死案 已經展開六度協商了 其實應該是說 是三天來的是第六次 那海巡署的副署長說 對協商結果審慎樂觀 可是事實上在昨天 海巡署署長周梅 我都忘記他名字了 然後他第一次出現 這個署長 周署長第一次出現 你終於該出現了吧 大概他也出現次數不多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下台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雙方都沒有太多的情緒 可是也沒有任何的交集 然後當然也都沒有在對媒體 談到具體的東西 可是今天上午的時候 9點鐘 中國大陸海間船8027船 進入到金門的水域 你看從這邊進入到金門水域 這條線是隱約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限制水域 然後他已經進入到這邊來了 所以連續第七天的這個巡查 也就從2月18號開始宣布 大陸這邊不接受不承認 我們單方面所宣布的進線之線 所以兩岸急凍了 善意是不是不在了 央視的這個圖 其實就越來越多元素 我們在裡面可以看到了 首先你看 這個上面寫的這個金門 對不對 特別用紅色的繁體字 這邊這些地名都是用繁體字了 然後配以福建海警局的14608船 這艘船 凸顯大陸海警在京下海域之間的 常態巡查動作 所謂的不存在所謂 禁限制水域的立場 我們剛剛提到 已經連續7天的這個巡查 然後這是東部戰區的微博 所以這6塊區域 我們在圖 在那個影片當中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6塊的紅色區域 就是去年8月的時候 北若西來台之後 東部戰區在台海化射的 6塊實彈射擊的這個區域 進一步的觀察 到了這邊2月23號晚間發布 今年對台工作會議是 22號到23號在北京舉行 然後跟去年的工作會議之後的通稿 如果你來做比較 今年的表述重點 可能是硬的更硬 軟的不再軟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今年都被拿掉了 當然在目前金門的這個事件的時間點上 你如果還是回復去年的話 其實大陸這邊民意都會爆出來了 所以他這裡表示說 其實對於這個事件還是滿重視的 那台灣的這個青綠媒體就說 這是挖坑賴清德嗎 怎麼解決海巡送給北京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用這種方式來解讀 也就是說這個海巡造成兩位大陸漁民死亡 是給北京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至於真相如何 那不是重點 而是因此他可以做七次的這個巡查 這樣子的綠營的解讀 那和503航線的爭議 還沒有解決之下 現在又傳出海巡的這個量 糧食的意外 所以陸方不但新增了金門 所謂沒有進限制水域 又常態的巡查 我們剛剛提到 似乎要讓賴清德在520上任之前 感受到北京的施壓跟挑釁 這邏輯哪裡來的 這什麼破壞邏輯 所以呢 我們的海警船造成兩位大陸漁民的死亡 是大陸這邊 要給賴清德上台之前的施壓跟挑釁 這邏輯真的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 那彭文正就說了 台灣在整體試煉當中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是你沒有講真話 第二個是你明明可以當作刑事案 你卻變成一個政治跟國安危機 對不對 對 非常的不尋常 日經這邊有補報導了 他說美國的戰略一次只打一場戰爭 要用句子策略來預防台海衝突 這個不要理他 日經有時候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美國的國防部 自打結束之後近30年 都維持兩場戰爭的結構 在中東對抗伊朗或伊拉克 同時在東北亞擊敗北韓 而2024之後你看到 已經破壞了美國的這個現狀 烏克蘭跟這些這個不理他 其實都在幫旁邊在打 在塑造這個氣氛 對不對 現在台灣的這個情勢 其實你看 蓋拉格本來應該三天的行程 兩天就趕快走了 就怕這個事情燒到美國的身上 是不是如此 寒冰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基本上 從一開始處理的方式 就出現問題 就一開始沒有講實話 那到後面為了圓一開始的謊 就越講越離譜 現在越來越扯 然後你細舊整個東西的細節 你會發覺破綻處處 到處都是問題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如何解決 在我看來其實是很難解決 因為民進黨政府顯然不可能會 比如說大陸這邊家屬要求 認錯道歉 這些東西民進黨政府都不會接受 他大概頂多能夠接受 就是賠一點錢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現在進行第六次協商 我覺得第六十次協商 大概都沒有用 因為雙方根本沒有任何交集 我不知道這個副署長 省慎樂觀在樂觀什麼 我看不出來有任何 可以樂觀的地方 那這個會怎麼發展 很簡單 今天我們看到他第七次巡查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以後每天都會來巡查 我認為一定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以後就是要把它常態化 因為既然台灣這邊 就是說了這些什麼進限制水域 過去的這些默契 我們看起來好像 不把對方當成 就是大家是同胞 是家人 那對大陸來講 他就沒有必要再繼續做這種事 他以後就是 他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以後不只是在金門 馬祖大概也會開始常態性巡查 甚至他會巡查到澎湖水域來 那請問一下 我們怎麼面臨這個狀況 怎麼解決 實際上從佩洛西來之後 我就一直在講 就是人家現在 你把海峽中先抹掉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國防單位 到底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解決方法 我們看起來就是默認 就是往後退縮 現在已經退到24海里線 那接下來還能退到哪裡去 同樣這個綠媒 他講說M503爭議事件未解 誰告訴你爭議事件未解 人家就是這樣飛 請問一下我們是能怎樣 難道把他的飛機打下來了嗎 所以根本沒有爭議 你忘記這件事嗎 其實對大陸來講 我就已經決定就這樣就這樣 你們抗議什麼我根本不理 那請問接下來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沒辦法面對 看起來蔡英文政府 跟未來的賴新德政府 顯然都是束手無策 現在蔡英文乾脆躲起來 不理這件事 我覺得身為一個總統 能夠做到這樣也是很奇葩 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總統乾脆 他已經去畢業旅行了 不管這件事了 然後這個要接任總統這個 也是隨便講幾句 嘴炮就結束了 什麼妥善處理 請問怎麼妥善處理 我不知道 你要拿出辦法出來 你現在看起來的妥善處理就是 好嗎 不然我賠你一點錢 就是這樣 實際上人家不可能接受 在這種情況下 未來會怎麼樣 未來我老實講 現在的態勢就是 台灣的生存空間 進一步被壓縮 然後我們的政府 看起來完全沒有辦法 頂多此次就是說 你看美國也支持我們 日本也支持我們 請問一下他們支持我們的結果 有什麼 結果是我們還是被壓縮 對 你完全沒有 對現狀沒有任何改變 那習近平現在為什麼會變越來越硬 很簡單 你造成的 因為你對對方越來越硬 他對你當然就越來越硬 這很簡單 我們不願意釋出賽硬 然後一直講說 你為什麼要對我越來越硬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對 你一直對人家硬 然後希望人家對你放軟 這個天下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必須說 我對兩岸之間 未來是非常悲觀的 我認為未來 大概這件事情難以解決 未來我們的漁民在海上 恐怕處處都會接受到 他們海警的監視控制 甚至登船檢查 這個大概都是跑不掉的事情 請我們的政府拿出辦法出來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的政府已經沒有辦法了 對 介大使你怎麼看 我先講那個就是蓋拉閣 三天的行程突然改成兩天 對 縮水 減少一天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那就表示 如果台海沒有狀況 他就待三天 有狀況要減少一天 那意思是說 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先走為妙 對 留在這邊 對他不利吧 還是美國政府認為 他不要待在這 因為他太敏感了 所以其實蓋拉閣 本來他是挺高調的來的 他還沒有來就宣布 而且說我日期不 而且是在賴清德 他們這些選舉結果之後 出來以後 他在美國自己單獨放話 他要來台灣 這個調子放很高 可是他當時沒講時間 對不對 時間公佈了以後 結果沒有想到發生了這個 金門的漁船事件 以後他就異常的低調 對 因為事實上 美國這些國會議員來 通常標準的作業程式 就從他在機場開始 就要看他坐什麼飛機 什麼時候到的 下台誰去接機 在機場他就要開始什麼樣 就開始表演了 結果這次通通沒有 什麼時候到的 坐什麼飛機來的 誰去接機 連一個影子都沒有 然後是不是到了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他到了那天晚下午 大家都還在查 就是沒消息 第二天突然出現 然後公開的場合 基本上是不多 然後以美國這些 愛作秀的這些 政治 尤其聯邦國會議員來講的話 他算是挺低調的 他唯一高調就是說 他認為大陸打台灣的話 一定會失敗 他講了這句話以後 就沒有再聽到在講什麼 然後就只聽到說 他提前離台了 離台的影像什麼也都沒有 我覺得應該去問一下 吳釗燮為什麼 蓋拉閣要提前離台 他到底是自己要來的 還是你吳釗燮要提他來的 要弄清楚 對不對 這個就是美國這些 嘴巴狠 很多 嘴巴講很多 意見很多 可是真正面臨了 這種比較危機的時候 你看他行為 就是先走為妙 請問一下他有沒有一個交代 為什麼會提前離間走 我覺得這都要弄出來 這都是看美國政客 美國的政治人物 那麼在真正台灣出現問題 他要出現問題 他的行為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看起來顯然就是說 第一個他自我設限很多 那麼然後來了以後 還居然提前一天就先走人 這些都是要出來 我們都要審慎來檢視的 沒錯 還有人盲目認為美國這些人多怎麼樣 堅頂台灣如何如何 那蓋拉格的這個例子 我們要好好來檢討一下 那現在對大陸的這一次 對台灣的就是說 海巡署這一次執法 造成大陸漁民死亡這個案子 你可以看出來民進黨 這個蔡英文這個政府 除了嘴硬 其他通通不應 除了嘴硬的 其他通通不應 可是這個嘴硬後來又發覺 裡面謊言 到處都是謊言 從頭到尾都是謊言 而且他的各層級的官員 講話也不一 比如說一開始 民進黨的定調是說 他高速行駛 然後蛇行翻覆 好像是這個傳自己 自己怎麼樣 自己翻的 2月14號的新聞稿 對 結果變成什麼 結果變成最後發覺 我們自己的金門的 這個地檢處的檢察官 他說我徵訊了雙方的人員 發覺有多次高速情況下的碰撞 是 對不對 然後民進黨的媒體 他們就說是接觸 碰撞跟接觸 隨便吧 反正有碰到就是了 然後後來 最後大陸的生還的漁民說 我們的海巡署 過去一旋就把它掀翻了 結果海巡署又出來 搞了一個記者會說是 快速追尋 中國大陸的漁船 在甩尾的時間 自己的漁尾 船尾 撞到我們的海巡署 好像是自己撞成的 結果大陸說 對不起 我在轉彎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熄火了 停下來了 我已經停船了 然後徐曉清提出來的證據 也就是崔少仁證據 就證明了 是我方的海巡署船 從後面撞到前面的 這個大陸的漁船 消失了35分鐘 對 這個東西搞到最後 你知道陳建仁在面臨 人家記者問他說 他還堅持說 我們跟大陸漁船 還沒有任何碰撞 過多少天 他這個全台灣大部分人都知道 是撞翻的 結果這個 這個電檔的行政院長 還搞不清楚狀況 對 所以這個政府給人家感覺 人家怎麼會去相信 荒腔左板道到了極點 對 海巡署 從頭到尾至少改了四次的說法 所以難怪人家大陸的家屬 現在就已經不信任海巡署 要洪師之惠來幫忙 至於那個蓋拉格 我覺得他當然不會想低調 是美國要他低調 因為你來的時間點剛好 但是問題是 蓋拉格縮短行程 蓋拉格走 還是美國走了 我們台灣要理解 美國在台灣發生事情的時候 要蓋拉格趕快走 那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怎麼辦 將軍 我今天早上看到這段影片 其實這個海域我很熟 這在什麼地方 您是小金門指揮官 這我每天在看這片海 旁邊那個島 對面那個大樓就是廈門 然後對面那個島 是哪一個島 有一個小島 那叫檳榔嶼 為什麼我特別講這個檳榔嶼 因為這是我們兩邊的 默契的中線 OK 那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在這邊發生衝撞 以前我們都不會在那邊 發生衝撞 海警團也不會到那邊 他們也不會到那邊 那他們那邊會不會有漁船 有漁船 為什麼會有漁船 就是金門這邊鄉親 出一些資本 大陸那邊雇一些漁工 然後在檳榔嶼那邊 是默契中的中線 在那邊放置定制漁網 定制漁網 然後到時候補著漁對不對 雙方來講看是怎麼樣 我出資本 你出工錢 所以這邊本來就是灰色地帶 我們海警團通常也不會 追到那邊 剛剛雖然說是兩年前的相片 我看了我滿訝異的 以前來講都不會在海域 發生這些狀況 你看離廈門多近 你這個地方 衝衝離廈門多近 那你說是不是默契中的中線 那應該是就 你海警團就不要過去 你過去那邊有什麼 有什麼太大意義 那邊他就抓了條黃魚又怎麼樣 那是不是自己在那邊 我為了這個 自從蔡英文上台以後 我為了強勢的宣誓主權 或者管閉令 為了宣誓他的績效 然後特別在這邊做這些衝撞 叫海警團去做這些衝撞的動作 難怪昨天會發生那種弊案 那以前都不會發生 對不對 以前大家也相安無事 我特別要講 其實金門鄉親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漁業沒有 也不是靠漁業來生活 第二個你看下面那張圖那更可怕 你看你現在就圈圓在這裡 你看那條藍色那條線 就是說這次的薰塘的隨意航線 我跟你講下面 稍微偏一點那個島叫大膽島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在這邊 對 那個就大膽島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以前來講的話 其實他走這條還是釋放三億 我特別要講人家釋放三億 為什麼 他從下面繞過去 他不從你大膽跟 小金門中間穿過去 如果中間我們還有好幾個島 什麼蒙古語 大膽 什麼復興語都在這邊 這條藍線下面也有我們守軍 叫東定 那你想想看 你光憑這個圖 如果說對方來講 真的是對你有任何的敵意來講的話 我們守軍怎麼辦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 其實最好的就是他 你想想看如果說 這條藍色線我們很明顯看出來 如果上面稍微再往北偏一點 對他來講 他可以節省掉很多的航行的時間 因為我發現 他如果說走上面 要到這個 往藍色線在上面偏一點的話 那是最好的水稻 是從上面走 但是以我來講 因為我們大膽守軍在這邊 所以他就走下面 下面那邊大膽二膽 還有一個三膽四膽五膽 然後再來是青魚 最後我要講 這個目前來講的話是前菜 後菜在什麼時候 我們看這個圖 他應該畫在金門 如果他是海景船 畫在澎湖的話 或甚至跨在東沙的話 那你等著 你等著後續來處理這個狀況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海景船是什麼 是灰色地在作戰的船 對我們印象很大 好的 謝謝 我們進度廣告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各位介紹 這也加入了節目來賓 第一位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這次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次媒體人何啟勝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漁船事件 可以說是越演越練 是不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有一點在等於要做 認知作戰的一個概念 當然我們的海武會主委管碧琳 現在也在臉書上發文 他澄清說 他沒有說過要對中國強硬 他強調他只是為了保護海巡 我歡喜承受 講得好像是有點委屈的樣子 甚至管碧琳在他的臉書上 PO出像這樣子的一個對話截圖 這個對話截圖 似乎是在呈現 他跟段儀康的一個感覺 那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中國兩個漁民該死 越界不中他們的船 只會越來越囂張 甚至要說 現在對中國就是要強硬 甚至有一個自稱是小段的人士 也說這個海巡署 堅決不能夠交給媒體影像 否則事情就是越演越烈 越演越大 那管碧琳PO出這張截圖之後 他其實也有PO文在旁邊解釋說什麼 他說這個是對他的攻擊 慢慢呈現出來了 那認知作戰 整體的戰術都完整了 網路上就是有訊息 要把他給妖魔化 甚至段儀康也說 段儀康說這個在群組亂傳的圖 根本就是假的 管碧琳跟他的頭貼都已經不對 而且造假的太草率 已經在調查報案當中 可是大家也想問 過去我們來看 包括了正文 疑似正文燦 疑似羅子正的這個影像 到現在都不明 那警方到底多久時間 能夠破案 這是大家 還有打上問號的地方 那現在也爆出管碧琳說 是不是下指導旗 在帶風向海巡要扣船 徐曉晴也秀出的數據來打臉他 怎麼說 管碧琳下指導旗 讓民進黨口徑一致說 海巡要扣船 不要說驅離 因為要扣船 才會有必要來做追逐 而這幾年來 扣流的船 數量大概是一年 差不多十來騷左右 管碧琳也說 他說這個以而傳而 怎麼好像跟陳建廉講的一樣 以而傳業的批評很多 選擇兩則來回應 第一個是有關 他在立法委員的群組的貼文 只要有看到原文就知道 那個是在談中國的制度 而另外 關於蔡總統任內 或是他在海洋委員會的主委任內 是不是要更嚴格來取締 大陸的船數字會說話 他就不多做說明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數字的部分 這張圖其實是 巧欣他在質疑的這個地方 他PO出說 馬總統的八年任內 一共大概只有一萬多艘 一萬多艘的船 被扣流大陸漁船 但是到了蔡政府的時候 只剩下四百多艘 可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只驅離不扣流的話 那為什麼這一次 這一次為什麼還要強硬 好像有點要扣流跟驅離的感覺 大家覺得好像有點都不太起來 所以現在海洋署也 發新聞稿呈現 他說近三年有下滑 曾經下降的趨勢 他們說他們執法的重點 就是主要針對不配合的執法者 還有累犯 甚至還有船舶的 這些無尸待案的才會扣流 另外海巡署的常態 也是執法作為 來確保所謂的海洋生態 但現在坦白講 現在已經風波延伸到 自己的台灣內部的一個政治局勢 甚至有人在這個話題上 持續在做所謂的認知作戰 誰在做認知作戰 就是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他說什麼 你們這些質疑的是台灣立委 還是中國立委 這個話題又來了 他說這個扣船是有效且必要的手段 如果讓對方知道 我們更不會扣船 那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 中國船會親門踏戶 危害台海安全 所以現在感覺質疑的人 你們到底是在當台灣的立委 還是在當中國的立委 不過現在大家談到說 消失的35分鐘的時間 到底是怎麼樣的機制 現在有前海巡署的高官擔憂 會不會導致所謂的 兩岸救援機制受到重傷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次事件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官方的態度 似乎還不太明確 甚至還有點怪來怪去的說法 那這樣子會原本傷害到 我們兩岸之間 原本共同的救援 以及通報機制 這是大家非常擔心的一點 那現在看起來 因為在漁船事件 好像兩岸的關係 好像有開始慢慢緊張起來了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妍 現在要傳出要率團訪問大陸 甚至不排斥要跟大陸的官員見面 甚至夏立妍說 會轉達哀悼之意 那國台辦我們昨天開始看得出來 包括了王滬寧他有說 今天送他也說了 他說一定會傷害到兩岸情感者 他要付出代價 他說如果有人一意孤行 傷害兩岸同胞的這些福祉 傷害兩岸同胞的感情 他們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話過來先請教亮哥 這張圖管碧琳管媽PO出的這張圖 後來說他好像說放話要對 澄清說對中國強硬 他說他為了保護海巡 他歡喜承受 他真的有在歡喜承受嗎 那個看起來是LINE的 就是假新聞 我剛剛問韓濱 我跟韓濱都沒有收到 我坦白講我也參加滿多群組的 我就沒有看到 對 這個到底哪裡冒出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管碧琳有收到 沒有人要去討論管碧琳的企圖 人家都是在做程序在做討論 就是你的海巡署的作作業 比如說這一張表我覺得很好 海巡署早就該公布了 為什麼昨天才出現 對不對 你這個出現就讓人家知道說 馬英九那時候也有執法 可是轉捩點是2015年 就是民國104年 因為那個時候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 然後加大罰則 他基本上把罰款增加 5到50萬變成30到1000萬 而且還可以留置 所以船員你不能被放 所以馬英九任內 基本上只有罰款 就是5萬到50萬 海巡署是沒有公布平均罰款金額 搞不好都是用最低罰 所以你去想一想 馬英九任內的扣傳 假設只罰10萬台幣 他覺得他抓的餘購就划算了 就變成這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覺得這張表早就該公布了 這張表有利於讓管碧林來說明說 我們並沒有特別嚴 可是這一次 大家在爭論的是 不是嚴跟寬的問題 而是有人死 對 比如說我們從民國98年 2009年到現在 請問有過類似這樣的 死亡的事件嗎 好像沒有 可能是沒有 所以你這一件就是唯一的一件 十幾年來唯一的一件 對 十幾年唯一的一件 唯一的一件當然就是作業 就是他的海巡署的執行的過程 事實上 我昨天聽陳玉珍在講 說大陸已經派人來了 那提出來的要求也非常簡單 就是真相 究責 如果是有錯就認錯 第四是賠償 就這四點 對 這也沒什麼 這是一般的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沒有公布 真相 究責 認錯 賠償 如果你有錯 當然就要道歉 對 不是 對不對 所以重點還是第一個 就是真相 因為真相會決定 你後面的那個是撫慰金 還是賠償金 是 所以真正的重點就是真相 那管碧林說他很重視海巡 那我請問你 我們從20 事實上從2022年 資通器材不能用大陸的 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那這個金門地區秘入器不夠用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不賣了 你不是說你最照顧海巡人員 結果現在還要動用行政院長的 第二預備金來弄 對啊 奇怪 包括像書發部的經費都變那麼大 不是 我跟你講 海巡也不是沒錢 是這個項目也沒多少錢 他用第二預備金去買 也只有三千多萬 也沒多少錢 那你為什麼你連這個問題 你都不知道 對啊 然後還要陳育珍爆料 說因為Mate in China 中國製造的密錄器 資通器才不能用 這個也是 大概三天前我們才知道的 是 三天前陳育珍才爆這個料 所以才導致 大部分的海巡人員出任務 沒有密錄器可用 這個事實上是陷他們 於執法上的 這個證據保全上的風險 對不對 你都一起糾紛 對 你會被告 比如說這次來 事實上來的第一天 我知道海巡署的副署長 因為他不能外露 可是聽說在裡面吵的聲音很大 那就是因為沒有錄影帶 對 不然怎麼會吵 如果有錄影帶會吵 對不對 我後來也知道 這個大陸相關的人員 專家 也去看了船 他們就是要看那個船 到底有沒有碰撞 有沒有那個擦痕 是啊 那請問你 你們難道沒有做 船體的碰撞分析嗎 為什麼這個不能公布呢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科學紀錄 對 我們不會為難 說每個人都有意識形態 我們才不會去質疑意識形態 民進黨主張什麼大家都知道 這有什麼好討論 人家主要是在說 為什麼都沒有科學的證物 是啊 為什麼都沒用 科學證物第一個叫錄影帶 第二個叫做船體的插撞分析 科學數據拿出來嗎 不 船體的插撞不只是撞痕 還有力度 力度也可以分析 還有遺體 它有沒有被撞傷 然後有沒有開槍 那槍支出任務跟回來之後 可以看槍支有沒有掃了子彈 對不對 還有許小鑫他們爆那個料 說中間有三十幾分鐘的 不見了 關鍵的錄音檔消失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雷達的航機圖 這個也是科學紀錄 沒錯 沒有一個科學紀錄被公布 你要叫大家怎麼不懷疑你 有隱膩 對不對 當然是因為這樣 沒有一個科學紀錄被公布 不是只有密錄器 是 兵哥不覺得太誇張了 剛剛亮哥說沒有一個科學紀錄 被公布出來 那像管媽又說什麼 有人把他妖魔化 我覺得民進黨很厲害的就是 就是這幾年 他們每一次都能看到 我們從來沒看過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每一次都有這些東西 就只有他們知道 我們都不曉得 我還真的覺得他們本事很大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 妖魔化不妖魔化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從一開始 你就公布了所有的真相 有影片 有還原現場當時的狀況 本來就沒有什麼好爭議 就是看影片會說話 事實怎麼樣 我們有錯就我們有錯 如果錯是在對方 就錯是在對方 就沒有這麼多爭議 這件事情為什麼現在會上升 變成從一個意外事件 變成政治事件 就是因為一開始 你們自己的說法一變再變 所以先是說他自行頒布 後來又告訴我們說有多出碰撞 然後現在到底是不是碰成了 我們就不敢講 因為陳建仁還在堅稱說 不是因為碰撞導致沉默 金門地點署沒這樣講 金門地點署是沒這樣講 可是問題是海軍署的記者會 自己講了 說是他們摔尾的時候 撞到我們的船到沉默 對啊 所以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 你的說法一變再變 請問一下要大家如何相信 然後很多東西 基本上邏輯就不通 陳建仁還否認有碰撞 是啊 他否認有碰撞 他說不要以而傳而 是啊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金門海巡隊有13具密錄器 可是這13具密錄器 優先分配在哪裡 優先分配在35噸以上的船 那問題是35噸以上的船 他們是有固定式的密錄器 那個攝像頭記錄器的 那你有毛病嗎 有固定記錄器的 你還把密錄器分給他 然後10噸這種小船 沒有固定攝像頭 你就不給他密錄器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這不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一種配置方式嗎 你們真的是這樣配置了嗎 我想世人都會懷疑吧 因為這不合邏輯 正常應該是 你現在有固定攝像頭 我密錄器就這麼珍貴 當然是分給這些小船 然後第一線你13具正常來講 如果都是配給第一線 執勤的人員 我覺得也不會不夠用 那為什麼你一句都不配給他們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真的沒有配給他們嗎 我到現在其實我不相信沒有錄影 我是一直不相信 只是不公布出來而已 我認為你只是不想公布 因為你整個說法都不合邏輯 那你現在跟我都不相信 你覺得大陸他們家屬會相信嗎 然後再來很簡單 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科學 有證據可以說話 你自己主動公布 建設結果不是很好嗎 然後實檢結果你也告訴我們 這些東西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應該不會告訴我 檢查不出來吧 你把真相公布的越多 就越避免了很多爭議 結果你不是 你是選擇去掩蓋實情 什麼東西自自烏烏去講 聽說今天已經第六次協商 我是認為協商不出一朵花來 因為雙方根本立場就完全不同 老實講我們可以接受賠錢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可以接受賠錢 可是你只要道歉 認錯 我認為很難 他們現在採定了調 就是要抗衝保台 那我覺得管媽公布這一個 第一個告訴我們 其實原來馬英九 雖然跟大陸之間看起來交情不錯 人家執法並沒有手軟 他該執法還是執法 然後再來因為罰則調高了 所以這幾年 這幾年扣船的事件變很少 那既然扣船事件變很少 請問一下海巡要不要告訴我們 當天他為什麼硬要去扣 這艘船的目的是什麼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到底他有什麼值得你懷疑的地方 因為現在看起來他也不是走私船 對不對 他上面也沒有被你們撈到任何東西 你們到現在所有的理由 都不告訴我們 這樣子怎麼能夠讓我們不懷疑 我昨天碰到張旗凱立委 他說他碰到陸委會的人 我就不講了 他說底線是不能認錯 不能認錯就對了 他們來說好像是樂觀看待 就是不能認錯 現在官方斷線的民間之好 包括國民黨自己副主席要率盤仿中 也不排斥跟大陸官員見面 想請教一下 啟聖哥你怎麼看現在包括了民間自己 反而要自動自發的去緩和這個氣氛 那我們官方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不太容易 就是民間的話 你比如說陳玉珍 陳雪生 通常都分別都表明了 希望能夠出面 然後來協處這樣的事情 對 可是好像政府的機關 並不領情 所以顯然 也許政府他有自己的一個辦法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大家 可能都不太會抱以希望 因為目前兩岸關係的 這樣一種激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並不是太容易 所以說這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兩岸關係的勢金石 也就是就這樣的一個情況 來看看 抗中保台的民主進步黨的政府 他們怎麼樣來輸出這個 日益平凡 在交流平凡情況之下 必然會去產生的一些 種種的問題 但是我話講回來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所討論的這些 比如說這個群組裡面的 這樣的一份截圖 到底這是不是一個自導自演 因為非常多的人大家都 對於這個截圖的所從何來 到目前為止都不受討論 都沒有人收到 奇怪 所以這不是自導自演 沒有人收到 對 我覺得既然 管碧玲跟段儀康 分別都對這個問題 都提出了看法 我也希望說 他們能夠交代得清楚 第二件事情我就覺得 唐鳳部長在這個時候 真正就是發揮作用 雖然即便很可能 外界預測要下台了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 臨別的一個賀禮 我覺得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能夠早日能夠水落石出 但我覺得就是管碧玲 現在他指責外界 在進行所謂認知作戰 我覺得真正在進行認知作戰 就是說一般的民眾看來 應該還是在海委會 也就是說海委會 他的認知作戰到什麼情況之下 他比如說他說他什麼青春正貌 還是怎麼樣 沒有人談到他的青春的問題 管碧玲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 都自己在講 大家是舊事而論事 從來都沒有針對管碧玲的個人 而是對於他的調處 也就是海委會 在這一次事情的調處 最重要就是到底這次的執行 有沒有按照海岸巡防的行務實施要點 或者是叫做實施檢查 應注意事項來執行 我覺得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所以說很多人都不相信說 中間有沒有密錄 或者沒有錄影的這個事情 因此我覺得這件事情 展現在世人面前 我覺得最為遺憾的 這就是一個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示範 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法制 怎麼會是這樣處理 也就是兩位生還者 他們如果被認定是違法的 怎麼會在檢方偵訓完以後 就賜回 我覺得不是應該要在台灣這邊 要去服刑嗎 服他應該有的刑期 提早明天送走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 包括說內容的說詞的反覆 我就說海委會說詞的反覆 這幾天都非常多人討論 我覺得真正 我覺得值得擔憂的是 除了兩岸的關係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民主法制 今天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你人搖頭 好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後來繼續討論 PB